6月6號是美國國會確認 選舉人投票結果的日子,誰是這件事情的主持人呢?是副總統彭斯 彭斯是參議院的議長,在此之前川普總統一直要求他 拒絕確認這個選舉結果 彭斯結果發表了一個聲明 彭斯在聲明中是這麼說,他說 經過詳細考慮和判斷 我的誓言支持和捍衛 美國憲法 我沒有單方面的權利 決定應該計算這些 而不計算那些選票 歷史上沒有一個副總統有權利這麼做 連續會議將會遵守1887年通過的選舉人票點算法,也就是說他會 會繼續履行他作為副總統的職責,彭斯表示他自己的角色是監督 選舉人團投票認證 國會議員可以行使他們的權利 提出反對意見,並呈上證據,挑戰選舉人票結果 他會盡責保障選舉爭議獲得公平 而且開放的聽證機會 不會阻擾國會確認選舉人票 這個彭斯的這個表態,讓川普總統非常失望 他在推特上批評,彭斯沒有勇氣做該做的事情,來保護 我們的國家和憲法 那麼也就是說下午1點鐘這個召開 參議院跟眾議院的聯席會議 確認12月 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這是美國憲法規定的一個程序 聯席會議開始不久 共和黨議員抗議亞利桑那州的選舉人頭的投票結果 那麼1點多鐘的時候呢,就已經有數百名川普的支持者 推開沿著國會大廈周邊的路障,就蜂擁到國會大廈的門口 那麼跟警方對峙 那麼這個時候,其實這個時候呢 正在進行辯論 正在就亞利桑那 選舉人投票結果進行辯論,兩邊都在辯論,就參議院跟眾議院都在辯論 大概90分鐘以後 然後就是示威者開始進入這個國會大廈,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大門就被鎖上 下午3點,眾議院的正門發生武裝對峙 警察拔槍對準 對著這個試圖破門而入的人 那麼這個時候有一名女子 胸部中彈 胸部中彈,搶救無效死亡 是在醫院死的 這是 這場事件當中第一名受害者 這件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 這件事情首先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 任何一個政治 政治領袖,當他決定帶領群眾走上街頭的時候,他需要考慮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會不會產生一個 不可預測的政治後果 第二個,當他在推動一個群眾運動的時候,有沒有替代方案,萬一出現 不可預測的後果的話 他可不可以選擇另外一個方案 這件事情產生的政治後果 誰負責 沒有其他人,只有一個人負責 就是川普總統自己 他 呼籲他的支持者,從全國各地到 華盛頓 集會抗議的,而他 沒有控制好 他的支持者 這件事情發生了悲劇 有一個人在事件中上升,這是非常嚴重的後果,川普總統宣誓 效忠美國憲法 捍衛美國憲法,那麼他就應該維護這個進程 如果你認為這個選舉對你不公平,你就可以對抗這個憲法 那意味著什麼?其實你是在違背你的誓言 川普總統一開始 讓他的支持者 跑到DC來抗議這件事情本身 不明智,缺乏政治上的智慧和 政治上的常識,支持者 就算是跑到DC來抗議,並不能改變這個進程 除了你發洩情緒以外,沒有其他的 川普總統的這一系列行動造成了什麼 造成了嚴重的 憲政危機 我認為 川普總統的政治生命 提前13天結束 雖然他的任期沒有結束 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這就是 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政治領袖 當他在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 他必須考慮兩件事情 第1件事情,國家利益是什麼 第2件事情 應該在國家利益面前,我應該怎麼做?川普總統所有的考慮 只考慮一件事情 我 沒考慮其他的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在1月6號 繼續恢復 對這個 這個清點選舉人票的程序 在此之前,美國國會大廈被川普支持者 衝擊 那麼整個的運作中斷了6個小時,主持參眾兩院 聯席會議的是副總統彭斯,彭斯在這個恢復點票程序的之前 發表了一段講話 他說國會必須按照憲法完成對大選結果的認證程序 在遭受史無前例的暴力和破壞之後,國會又恢復了 議事日程 讓全世界再次看到 美國民主制度的復原力 和毅力 他這番講話 受到了在場 議員們的熱烈鼓掌 拜登以306票選舉人票 擊敗 232票的 川普 彭斯宣布 拜登和哈里斯正式當選美國下任 總統和副總統 任期自2021年1月20號開始 參議院議長 參議院議長宣布選舉人團的這一投票結果,應當被視為美國下任總統 和副總統 當選的充分宣告 隨後 在律師 率領在場的議員禱告之後 彭斯宣布 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結束 至此 拜登在這場充滿風波的美國大選中勝利 得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步法律程序的確認 拜登勝選之後 川普總統發表聲明 接受選舉結果 他在聲明中說 雖然我完全不贊同大選結果 但事實正如我說的一樣 在1月20日會有一場有序的權力交接 雖然美國國會認證的結果代表了美國歷史上 最棒的一期 任期的終結 但是 這只是我們讓美國再次偉大之戰 的開端 拜登 作為新任總統 他將面對三個主要議題 第1個議題 要讓美國人重拾 對選舉制度的信心 第2個 拜登政府需要面對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疫情 以及 疫情對美國經濟對美國社會帶來的衝擊第3個議題 美國現在面臨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威脅這也是川普總統留下的政治遺產 就是 他 怎麼帶領美國 去面對 來自中國的 挑戰 和威脅 美國國務院1月7號凌晨發表 蓬佩奧總統 就是1月6號的聲明 那當然他1月6號的聲明是為了趕到 1月6號發生了 香港的大規模的這個 拘捕行動 那麼蓬佩奧 特地把這個聲明趕在 1月6號發布 然後通過這個美國國務院在1月7號的凌晨 公佈這個聲明 他說 香港當局逮捕50多名政界人士和民主活動人士,做法令人憤慨 這也是對中共無視本國人民和法治的警醒 聲明說必須立即無條件的釋放這些被捕者 蓬佩奧說美國將對參與此次攻擊香港人民的個人和實體 實施制裁,包括研究如何對香港駐美國經貿辦事處的實施限制 對損害香港民主進程的官員 立即採取行動 蓬佩奧在聲明最後說,美國支持香港人民 和所有渴望和平的人 基於這個精神,我非常高興地宣布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凱利克拉夫特 即將訪問台灣 他說台灣是一個可靠的夥伴 和充滿活力的民主社會 儘管中共在大力削弱它取得的巨大成功 台灣依然興旺發達 展示一個自由的中國可以取得的成就 那麼這件事情我相信 大陸方面也不會做出太激烈的反應,因為 他知道川普要離開,那麼 他也要觀察 但是 海峽兩岸 在海峽兩岸就是大陸方面的這個 軍機不斷擾台的這個軍事壓力,他會繼續保持 但他不會 採取什麼特殊的 行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 這個會議是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聽取中共中央書記處 工作匯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政治局常委,四個在匯報,加上兩個小兵匯報工作,然後習近平在那 聽匯報 這個會開了一天的時間 開一天的時間,匯報工作 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其他的功能 只有一個功能,確認誰是老大 美國民主黨眾議院的議長佩洛西 說 我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一道,呼籲副總統立刻援引第25條修正案 罷免川普總統 如果副總統和內閣不採取行動,國會可能會採取 彈劾行動 他說他給彭斯24小時,這次美國大選展示出來的就是 美國 美國憲政的力量非常的龐大 美國憲政的力量非常強大的,其中有一個基礎 就是共識 所有的人 任何一個參與美國政治的人 都必須維護憲法 必須在憲法之內 做事情 如果你違背了這個憲法 違背這個憲法的精神,你就會遭到大家的唾棄 運輸部長趙小蘭 今天宣布辭職 這是 川普內閣第1個辭職的內閣成員 趙小蘭的丈夫是 參議院的這個共和黨的領袖 是 麥康奈爾 他就是麥康奈爾的太太 那麼他是 麥康奈爾其實是川普的政治盟友 長期的政治盟友 趙小蘭這麼說,他說川普的言辭助長了 昨天的暴力 令他深感不安 他說我們的國家昨天經歷了令人痛苦難忘 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 總統的支持者在他對一次集會講話之後 闖入了國會大廈 我肯定跟你們許多人一樣,這令我深感不安,讓我無法忘懷 這是趙小蘭 然後是前白宮幕僚長 馬爾瓦尼 馬爾瓦尼辭去了 他的職務 前,他原來是白宮的幕僚長 能當白宮的幕僚長的人一定是川普的心腹 他是大內總管 他現在是愛爾蘭事務的特使 那麼他還當過什麼,他還當過 管理預算辦公室主任,這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崗位 所以這是一個 川普很重要的一個心腹 他辭職 他昨天晚上他就辭職 他跟 他跟蓬佩奧辭職,然後馬爾瓦尼辭職之後不久 商務部負責情報與安全事務的助理 副助理部長 卡斯特羅也宣布辭職 那麼卡斯特羅在推特上說 昨天的事件是對我們民主根本核心前所未有的攻擊 這是一位現任總統所煽動的 針對的是美國國會 其目的在於推翻法律承認 和有效的選舉 跟著就昨天下午 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就是原來是 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駐北京的記者,他是川普總統非常重要的 中國政策的一個制定者 博明 昨天下午辭職 然後奧布萊恩是他的上司,就是國家安全顧問,要求博明留任 說你應該留任到向拜登政府過度,博明不同意 立馬走人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的幕僚長 辭職 也是昨天辭職,白宮副新聞秘書馬修斯 辭職,白宮社交秘書尼斯塔辭職,白宮的副幕僚長 叫里德爾 里德爾和奧布萊恩都在考慮辭職 過去24小時,國務卿蓬佩奧 奧布萊恩 還有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 這三個人分別收到電話,要求他們為了國家安全 暫時不要辭職 白宮已經有十幾個人辭職,美國聯邦檢察官開始對參與 衝擊國會大廈的川普支持者提出刑事指控,什麼叫是非 這就是是非 羅森在聲明中說,將會對星期四 晚提出這些指控,同時搜查人員將繼續蒐集證據 並在今後幾天和幾個星期之內展開逮捕行動 羅森說,司法部 致力於確保那些對我們這次政府和法治的襲擊負有責任的人 因為他們的行動依法承擔全部後果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其實這裡面有兩個關鍵的人物 第一個是彭斯 第二個就是他自己 他應該出來做電視講話,向全國人民道歉 他必須為這件事情向美國人民道歉,因為 作為現任總統,他鼓勵他的支持者 衝擊美國憲政,這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這才是真正的是非 如果我們 無法理解這種是非的話 那就根本沒有資格 出來討論美國的政治 河北省公報公佈1月2號到8號 實施 河北省共有確診本土確診案例127例 其中石家莊118 形台9 那麼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沒有確診 那麼無症狀感染者183 那麼其中 石家莊177,那麼這個形台6 也就是說 確診加上 確診加上那個 感染已經超過了300例 那麼他的發展速度是非常的快,我們剛才之前講 兩天前河北省的這個確診案例就是 確診加感染剛剛破100 那麼今天已經破300了,確診病例會持續上升,河北省的疫情爆發 其實這件事情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那麼他只是選擇了一個特殊的時間點爆發而已,石家莊跟形台會在9號完成全部的 核酸檢測,河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李奇通報,他說這個病例集中在 高城區 登春症,而且發現他們都存在關聯性 是一起 疫情串起來的 中共一直在表達 表達所有的事情他都可控制 其實像疫情這種情況,最難做到的就是控制,第二個 台積電市值突破6000億美元,超越阿里巴巴 去年營收 屢創新高,台積電的股價最近走勢很強,昨天 升了5% 收報121.43美元,他是在美國 預托 預托證券,叫ADR,ADR上市 也就是說台積電的市值,台積電的市值達到多少呢 達到了6297億美元 超越阿里巴巴6100美元 成為全球第9大上市公司 那麼今年開市還不到 一個星期,台積電的ADR的股價已經升了11% 台積電今天,昨天 公佈了去年12月的營收 合幣的營收是1173億新台幣 那麼按年增長了13.6%,累計去年合幣營收是 1.33萬億新台幣 按年增長了25% 創歷史新高 外界普遍看好台積電,第1季度營收 淡季不淡,渴望與上季持平 因為通常第1季度都是淡季 那麼受關注的訂單包括什麼?包括 蘋果 蘋果5納米的代工 還有就是聯科發和超微等主要客戶的訂單 那麼台積電原來也是華為的一個主要的供應商,後來華為說 說華為受制裁嗎?不能賣了嗎?說 對台積電有影響,結果台積電華為訂單一撤 馬上填補上 所以台積電非常的搶手 中共經常吹噓 大國崛起 那麼你看看這個小國不崛起 他也有制度優勢,他的制度優勢是中共無法比擬的 所以台灣經常講,有網友經常來講 中國人是不是不適合民主 有網友也來講說這個 這個中國人的文化傳統 是不是不適合民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看 台灣的樣板 是什麼 台積電用他的業績表明 在這些領域 在IC這些領域 台灣具有的優勢 他從而證明什麼 證明中國的那些 這些吹牛的這些謊言 破產 第三個馬斯克 馬斯克成為世界首富 特斯拉昨天全天漲了8.1% 收報816.04美元,升7.9% 特斯拉市值達到7735億美元 那馬斯克身家就超過了 亞馬遜的老闆 貝佐斯 融登 全球世界首富的位置 第四個 比特幣 1月8號凌晨2點 比特幣的價格短暫 短暫衝破了4萬美元 然後回落到3萬 然後又到又上去 上去突破了4萬美元 佔到了4萬1千美元 關口 如果用總市值來算 比特幣目前的總市值 是7600億美元 左右 那麼整個加密貨幣 總市值是多少 1萬美元,如果特斯拉的市值,我們剛才講特斯拉市值是多少,昨天的市值是 7735億美元 也就是說比特幣的總市值和 快追上了特斯拉的總市值 所以你看 馬斯克那麼聰明,那麼能幹,然後運氣這麼好 這麼轟轟烈烈,讓他成為一個世界首富 可是比特幣 啥都沒幹,就讓大家 他幹的事情 讓他成為一個 另外一個特斯拉 那麼現在我們不知道,這一輪牛市會持續多長時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機構投資者的入市 是這一輪 這個比特幣上漲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麼輝度基金的CEO出來說,他說養老基金 和捐贈基金等機構投資者 對比特幣的興趣增加,還可能會把這個 比特幣的價格進一步推高 但是 灰度在賣 灰度自己在賣 所以大家小心一點 最近中國的芯片業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漲價 漲價多少呢?我們先從中國最大的這個半導體 的供應商,這是華潤微電子 華潤微電子1月6號 給這個客戶的 調價函 發了一個調價函給客戶 將他們公司的產品 調整 加價10% 然後新潔能、惠鼎科技、世蘭威 富滿電子 半導體錢 都發 都出了這個漲價函 漲幅由10%到30% 半導體主要是芯片,我們講的就是芯片 芯片漲價的原因主要是有兩個,第一個主要是美國方面的封殺 美國封殺的一些主要的大廠 那麼這個華潤微電子是個大廠 其中還另外還有個大廠 中芯國際 那麼造成什麼呢?造成就是美國政府的限制 限制大廠的這些 採購 造成整個的芯片行業的供不應求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中國的出口 特別是向電子終端產品的出口 會受影響 民主黨準備下週彈劾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的支持者1月6號衝擊美國 美國國會大廈 這件 這件事件引發的巨大政治反響 正在成為政治行動 那麼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和民主黨人正在討論 最早在下週開始 對川普 發起第2次彈劾 那麼佩洛西表示 如果川普不立即辭職 眾議院將推進對他的彈劾程序 佩洛西在電話會議中告訴他的 他的這個成員 他計劃下午和 拜登通話 那麼徵求他對 彈劾川普總統的意見 CNN的報導說三位白宮顧問 向他們表示 川普沒有辭去總統職務的意願 那麼美聯社 跟路透社 分別報導說眾議院民主黨 民主黨人計劃星期一 提出針對川普總統的彈劾條款 最可能最快會在下週三進行表決 那麼至少有130名 眾議院民主黨人已經支持對 川普的彈劾的文獻就是這個條款 然後參議員 Lisa Mekowski就是阿拉斯加的共和黨的 這個參議員 那麼他表示他表示我希望川普總統辭職 我要他離開 他造成了足夠的傷害 這是第1位 要求川普總統辭職的參議員共和黨參議員如果川普總統在 在眾議院被彈劾並且在參議院被判定有罪 他就沒辦法參加2024年參與 這個總統選舉 不過共和黨在 共和黨人對民主黨的彈劾行動發出警告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在一個聲明中說 在川普總統任期僅剩12天的情況下 彈劾總統只會讓我們的國家更加分裂 他說我今天聯繫了 當選總統拜登計劃與他討論 如何攜手合作讓目前的局勢降溫 讓國家團結一致解決美國面臨的挑戰 多數黨領袖霍尼在一份聲明中說 25修正案是將川普免職的最可取的方法 如果沒有這個發生 國會考慮彈劾 國會衝擊案這件事情呢其實 讓民主黨 非常的擔心什麼呢 就是川普在他剩下的任期 做出一些不可預測不可理智的行為 這是對他彈劾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高利國際數據2020年的第四季度 也就是我們剛剛過去的去年年底 北京寫字樓租金水平 連續八個季度下滑 下跌 他們都不叫跌的了就叫滑了下跌 空置率上升到19.4% 達創歷史新高 北京你想一下 北京基本上沒有製造業 那麼基本上是第三產業,第三產業 現在就是寫字樓跟商鋪了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麼如果寫字樓北京寫字樓租金連續跌了八個季度 一年是四個季度,八個季度也就跌了兩年 連跌兩年 連跌兩年就是從2019年跌到了2020年 空置率上升到19.4% 全市的空置率19.4%,那就是 從低到高,全部都有空置,也就將近20% 上海,戴德行數據顯示 第四季度,上海寫字樓連續九個季度下跌 空置率上升到21.85% 那麼空置率比北京還要高 那麼 他的下跌的周期比北京還長 他連續九個季度 兩年零一個季度,第一太平戴維斯 那麼深圳 深圳是全中國一線城市裡面 寫字樓的空置率一直是最高的 那麼深圳寫字樓租金連續九個季度下跌 就跟這個北京上海情況一樣 那麼空置率上升到多少呢 27.9% 上升到多少,大數就28% 第四季度 深圳市寫字樓的平均售價 4.79萬元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9.1% 深圳把前海當作一個地標 做一個高端區域來發展 那麼前海的寫字樓 空置率超過50% 目前最高端的寫字樓都在前海 像前海市貿中心只有40%的入住,也就控制率60% 那麼租金只有180到230 還要看這個樓層跟朝向 卓越前海 1號就更便宜,130 毛批可以達到120 那就基本上已經沒法看了 第一太平戴維斯說,深圳今年有130萬平方米的甲基式寫字樓交付 未來 2021年到2025年深圳平均每年新增的供應量 會超過100萬平方米 去年也是100萬平方米 今年深圳甲基寫字樓空置率還會上升 租金還會下降 深圳的高端寫字樓 P2P他們都拿到了很多的融資,這些融資拿到以後呢,他們就 租最高端的寫字樓 要排場 排場,你又排場別人相信才排錢給你 所以P2P租的寫字樓都是深圳甲基寫字樓,都是很好的位置 這P2P爆雷,啪啪啪一爆 這公司全倒閉 全倒閉深圳的這個甲基寫字樓的租金空置率就上去了 租金啪啪就下來了 深圳的這個情況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就是2019年碰到了一個P2P爆雷 深圳寫字樓就一成不起 在2015、2016開始拿地建房子,然後到了2019年,2020年就開始 入市了,100萬平方 從2020年開始 每年有100萬平方的寫字樓入市 所以其實之前有很多人 很看好深圳的經濟 因為你看好經濟就很多人公司,很多公司在這開 開業 那就會需要寫字樓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這個情況就翻盤了,真正的翻盤 今天的深圳 我不說他有多彩 但是你從寫字樓你就知道 寫字樓的情況 其實能夠真實的反映 經濟的活躍程度,經濟的狀況 第二個新聞就是恒大,恒大從2021年1月1號開始 凡是認購恒大集團所有項目商鋪 只要你1月31號 付全款 然後他分10年 把這筆全款每年 反還10% 這個政策 刺激嘛,非常刺激,反應恒大真的很缺錢 很大 我認識的恒大 從來就很缺錢 一直就缺錢 他作為一個中國最大的開發商,他一直很缺錢,他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規模 他不斷地把規模做大 但是他資金沒那麼多,所以他非常缺錢 那麼最近中國政府做兩件事,第1件事情 把包括恒大在內的12個中國最大的開發商找來開個會 給你三道槓 三道槓 要求你控制你的 融資水平 對所有的開發商來說,這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對恒大來說 痛苦乘以10 然後呢 人民銀行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把所有銀行找出來 找過來開個會 那我現在呢 制定一個規則,這個規則什麼呢 根據你們不同的資質條件 屬性 制定個什麼 給房地產貸款的 集中度 規定 就說你房地產貸款的這個 佔你整個貸款的比例,給你設定好 你自己 愛帶給誰帶給誰,但是呢 你的比例每個人不同 總共分6黨 那麼 這個一出來之後 資金怎麼樣 往房地產的資金就掐住了 這頭呢,把開發商的資金掐住,兩頭一掐 全中國的房地產的市場 就會遇到什麼情況 遇到一個資金慢慢的減少的情況,慢慢的會減少 往房地產市場流的錢 包括買房的錢會減少 因為貸款會控制 然後給開發商蓋房子的錢也會減少,兩邊同時減少 首當其衝的一定是開發商 然後川普政府不是開始,從去年開始 對中國企業或者中港的這個官員進行制裁措施 中國人就開始拋售在美國的房產 避免他們被凍結,中國經濟又開始走下坡路 然後中國投資者到美國買房的這個數量減少 截止2020年11月,去年11月 中國投資者 購買美國房產 下降到了120億美元 是8年來的新低,拋售的房產到 2020年的11月 中國投資者在美國拋售的房產 274億美元 然後就是貨幣政策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很低調,那麼最近易綱出來 講什麼呢?講貨幣政策,易綱說新低一年貨幣政策穩字當頭 將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他說穩定幣值 充分就業,金融穩定,國際收支 是人民銀行的四項重大任務,以穩定幣值作為首要目標,保持好 正常貨幣政策空間的可持續性 那麼總量上就是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結構上要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精準 很低貫的作用,在結構改革上要深化利率匯率 市場化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 基本穩定 貨幣政策一是要支持經濟增長,二是要防範金融風險 處理好兩者之間關係,在宏觀上穩住宏觀 槓桿率,在微觀上要穩妥的處置 個體機構風險 和重點領域風險 我的感受,第一點,今年人民銀行重點的問題,還是在人民幣匯率上 匯率不能出問題,匯率出問題那是全局勳的問題 這是第1個,第2個 出口 我現在拿到一個數據,一個表,這個表呢就是 各個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是多少呢 30732.8 可是呢,這個人均收入在超過3萬塊的 人均收入有哪些省市呢 上海第1,北京第2,浙江第3,天津第4 江蘇第5 廣東第6,廣東其實是很低的 然後是福建 遼寧 山東 遼寧還在山東前面 那麼排第1是哪個城,哪個地方呢,是上海,上海是第1 上海是69,000 你看 69,000他比誰呢 他 他基本上能夠達到福建的一倍 福建排第幾 排第7 那麼最低是誰呢,最低是甘肃 甘肃是19,000 甘肃西藏是19,000 那麼像貴州 貴州啊,貴州、雲南、青海、新疆、廣西 這1票上來,數下來,大家可以看到啊 都是在2萬左右,2萬附近 到廣西,廣西也只有2萬3 廣西、山西、河南 都是2萬3,我們經常看到的場景是什麼 上海外灘,要麼就是什麼北京長安街,北京跟上海 北京是6萬7,上海是6萬9,第3面是浙江 直接掉到了4萬9 連5萬都沒到 中國的這些 收入差距巨大,就其實我們經常看到北上廣深這幾個城市 這些城市它呈現出來的面貌 不能代表中國 我們經常講中國有龐大的市場 是基於人口數據 但是你把它平均下來,你就會發現 這個龐大的市場其實是個假象,是個虛 這個非常虛的數字 它只能在局部的 中國在局部的城市 它呈現出來的 後工業化 這個呈現出來的現代化 所以它錢都堆在這地方 其他城市 那還是差很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今天通過這幾個 幾條新聞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經濟有它的亮點,出口是今年的亮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不同的部位,它呈現出來的情況也是不一樣 我們在現代化 出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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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